为什么刘邦能放走张良,而朱元璋却不能放走刘伯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想要及时获取最新视频,请点击订阅按钮,订阅圣历史。 我们将会准时为你带来有趣的视频内容,期待与你在油管频道的互动。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共经历了83个王朝,皇帝都有接近500位。 这些皇帝中,其功绩足以标榜千秋的少之又少,但细心的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名垂青史的皇帝,其身边都围绕着一群能人臣子, 他们是帝王的左膀右臂,为其开创新的朝代。 首万世基业 秦始皇统一六国,少不了魏辽,王检李四等人。 刘邦创四百年的汉代基业,汉出三节的功劳,能与其争辉。 李世民的皇帝宝座,以及贞观之志,既缺不了程咬金, 秦琼这样的武将,也少不了房玄陵等文臣之流。 更别提朱元璋的大明江山,有多少人跟随在其左右。 君臣王相的组合,让中国的历史上的王朝变得丰富多彩, 尤其是在开国之初,各臣子能够在乱世之中尽显其才能。 虽然尽显其才的人能被冠上功臣的名号, 但功臣的命运却也各不相同,时光长河, 岁月流转,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长廊,探索历史的种种奇迹, 欢迎订阅胜历史。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个名为功高震主的词, 即因为功劳太卓著,导致自己遭到君主的记恨, 因此被君主想着法子,找到其差错, 以此给他们治罪来加强王权。 这种案例在历史上不少,但也并非每个君主对待自己的开国功臣都如此无情, 光武帝刘秀就是正面的典范。 既然是开国之臣,其军功剑术自然是最高的, 即使有谋臣,但需要征伐四方的时候。 武将就显得更为突出, 乱世是武将大放异彩的时刻, 是君主迫切需求的人才, 但太平盛世的年代, 武将又成了军中心中的一根刺, 因此, 君主忌惮武将的功绩, 更忌惮他们手中的兵权, 但如何处置, 则与君主的为政手段息息相关。 刘秀完成统一大业之后, 加强中央集权便成为眼下最需要做的事情, 而我们也能从历史的脉络之中看清, 加强王权往往是与臣子手中的权力作斗争, 表现在武将身上便是急需收回兵权。 刘秀收回兵权的方式要体面得多。 对于这些有不适之功的臣子, 他无法将其诛杀, 也无法将其置之不理, 因此, 刘秀选择了给他们封决, 赏赐翟田, 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 以此来与他们手中的兵权进行交换。 而对待文臣, 为了防止他们专权, 设上书台以分割项权。 通过这种委婉的手段, 刘秀既赢得了贤名, 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与之相似的还有宋高祖赵光印。 虽然赵光印本就是武将出身, 且有行军打仗的能力, 但争夺天下完成统一大业, 并不是只需要一场战争, 一个将领就能完成。 因此, 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不在少数。 当他建立宋朝之后, 收回兵权也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事情, 但贸然收权只会引起各将领的不满, 同时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因此赵光印采用了杯酒式兵权的方式, 用财富与美女, 以及未来的安全, 对各将领寻寻善用, 最后成功收回兵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功臣都能得到善终的结局, 尤其是刘邦与朱元璋时期的功臣, 他们残害功臣的事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但是他们又有点不同, 刘邦最后放走了张良。 朱元璋却没有放过刘伯温, 这是为什么呢? 时光长河, 岁月流转, 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长廊, 探索历史的种种奇迹, 欢迎订阅胜历史。 张良作为刘邦的谋臣之一, 是一直追随着刘邦的与萧和, 陈平等人都是刘邦不可或缺的谋士, 但是张良这个人十分懂得明哲保身, 不该说的话就不说, 不该做的事情也就不做, 在朝廷之中也是比较淡薄名利的, 所以和朝廷中的权臣之间没有什么纠葛, 既然没有什么纠葛, 就不需要担心有小人想要陷害他。 所以张良一直坦坦荡荡活着即可, 没有谁会去诬陷他, 这是他得以善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反观刘伯温, 虽然号称是神机妙算, 经常被后人拿来与诸葛亮相提并论, 但是刘伯温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过于正直。 体现刘伯温正直的最明显事情就是, 刘伯温监考得罪了胡维庸幕了, 当时他明明知道, 那个人与胡维庸等人有着简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自己却还要傻乎乎坚持自己原则, 与对方火拼, 因为这件事情, 刘伯温直接得罪了当时正春风得意的胡维庸, 可想而知, 刘伯温接下来的日子显然不会好过, 最后刘伯温生病申请回家, 朱元璋都不放心他, 还要派胡维庸带着药去看一看刘伯温, 结果刘伯温吃完胡维庸送去的药, 很快就一命无忽了, 至于是这个药有问题, 还是刘伯温命只能到此为止, 我们不得而知, 或者说究竟是朱元璋派胡维庸去灭口, 还是胡维庸自己想置刘伯温于死地, 我们一样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晰, 就是刘伯温自己过于正直的性格, 在那个奸臣当道的年代, 注定就是一个悲剧, 他不能学习张良那样明哲保身, 最后的结果已经在冥冥之中注定, 除了刘伯温与张良性格不一样之外, 刘邦与朱元璋之间的区别更是明显至极, 刘邦虽然浑身充满流氓气质, 做事说话都给人一种流氓皇帝的感觉, 但是刘邦这个人格局比较大, 对待事情有分寸, 最明显的事情就是, 刘邦面对自己一直以来最恨的人庸耻, 依旧能够放下仇恨为以重任, 当他想收拾异性王的时候, 也是很有分寸的, 打蛇打七寸, 处置几个最为关键的, 诸如韩信, 彭越, 鹰鹉之流, 杀鸡景侯, 以景孝游即可, 可以说刘邦是运用权谋之术, 比较厉害, 且得体的皇帝, 因此在对待张良这些功臣的时候, 刘邦会去理智对待分析, 即使有人诬陷, 刘邦也会查明真相, 不会轻易除掉他们, 这是张良能够得以善终的一个原因, 但是朱元璋原本是个农民, 他当上皇帝之后, 对自己曾经的农民出身非常介怀, 进而对过去所有知道自己的农民身份的人, 都比较介意, 而且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容人质量, 对待像刘伯温这样的, 既知道他过去的农民背景, 又有比他高的才干的人, 他是又嫉恨又忌惮的, 这也就导致了刘伯温最后的悲剧发生, 相比之下, 刘邦虽然对张良也有忌惮, 但是刘邦自己也是心中有勾壑, 非常有雄才大略的, 所以他虽然忌惮张良, 但却不会嫉恨他的才能, 所以刘伯温的悲剧更多的是由朱元璋对心胸狭隘造成的, 虽然功臣的命运各不相同, 但他们的存在和作用为我国的封建历史增添了无尽的光彩, 无论是在乱世还是在太平盛世, 君臣王相的合作与斗争都成为历史的重要一页, 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君主对待功臣的处置方式十分重要, 秦始皇、刘邦、李世民和朱元璋都是国家的开国皇帝, 但他们对待功臣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在今天, 我们更应该珍惜英雄和英才, 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时光长河、岁月流转, 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长廊, 探索历史的种种奇迹, 欢迎订阅圣历史。 请不吝点赞史,请不吝点赞史,